大家好,我是关亚迪 今天这个日子特别特殊 此刻我想跟大家聊聊 刚刚我从电影院出来 看完了25周年纪念版的泰坦尼克号 我从影院出来打车 距离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我特意下车走路回家 我就想把我刚刚再一次在大荧幕上 看这部影史的经典名作之后 第一时间的心情 想跟大家记录和分享一下 如果要起个名字 我应该会把这段分享 跟大家称之为 25年后重看泰坦尼克号的人生回想 其实是几点感想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了想可能大概有四点感想 一个就是居然有一场戏 深深的击中了我 就是Jack在餐桌上的 跟一群人的一段对话 这场戏 我是怎样被击中的 第二件事呢 第二个感想 想跟大家从在荧幕上塑造 女性形象的角度 来谈谈我的新的感受 第三个感想 是我个人的爱情观念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呢 想跟大家聊聊 25年之后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 25年过去了 也是电影上映 25周年 那此刻的我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大概就是四个感想吧 咱们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啊 18岁开始 我看了这部电影 就是1998年的4月3号 此刻是2023年的4月3号 凌晨可能已经将近5点钟了 我到家之后 我想赶紧给大家 把此刻的想法 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那么我突然在影院里面 听到Jack在饭桌上 因为他不是被那帮有钱人刁难吗 因为Rose的未婚夫 请他来参加这个晚宴 也有点不怀好意 想让他出丑 包括Rose的妈妈 问他一些为难他的问题 你住哪啊 他说我住在泰泰尼克号上 我居无定所 对吧 流浪的这样 他是画家这样的生活方式 然后他那段话 我印象特别深 我就突然想起了当年 应该我也是记得的 Jack在说 我虽然一无所有 但好像也一无所缺 每天跟大家一样 你们虽然有钱 但呼吸是一样的 自由的空气 知足常乐 Jack说他就喜欢这样 一觉醒来 就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包括他更不知道 自己会 就是在牌桌上 赌钱居然赢到了一张船票 然后叫坐上泰泰尼克号 前往美国 他说生命呢 就老天给的嘛 不想浪费 抓住每一天 所以不管未来命运如何 就是 不能说得过且过 说好听点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其实就是 see the day 对吧 抓住每一天 就在说这场戏 这段话 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 是不是当成一个过场戏 但是我在 刚刚看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 真的就像过电一样 电光火石般 想起了我整个的过去 25年 特别是25年前 我在电影院里面 我连续看了四遍 然后我一会会后面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第一次 与泰泰尼克号这部电影 在电影院相遇的故事 后面再讲 我想说的是 从我18岁 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 一直到现在 我今年是43岁 然后我觉得 在这场戏里面 Jack他的这一组对话 其实阐述了 他这样流浪艺术家的生活方式 他的生活观念 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就 一直隐隐的在被Jack这种观念 像是某种精神上的指引 我大概用了20多年的时间 某种程度 或者从某一刻 后面我会提到 好像一直在践行 Jack的这种生活态度 就是践行 就是他说的 我可能 也是打引号的 相对而言 是一无所有 就是面对现在 以我这样的 大家很多要用 所谓的主流价值观的成功男士 来尺子衡量一下 我经常开玩笑 自嘲说老婆孩子防车狗 我是一个都没有 这当然是个自嘲了 但是我也会像Jack一样觉得 我也一无所缺 而且我也可以尽可能的遵循自己的内心 随波逐流 注意我经常说的是脑电波的波 从而不畏惧这些不确灵性 也不畏惧未知的我的人生下半场的命运 我去热爱自己的热爱 无论是事还是人 所以我就会觉得 突然这一刻我回头看 我才想起来 Jack在饭桌上说那些话 每一句都是我内心心坎上的话 他怎么跟我想法一样 后来转进想不对 我最早可能听到说这话的人 是不是就是他 就18岁看的这个电影 好久他很多话 其实打牌的时候 有句话蛮经典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导演 引用Bob Dylan那句很有名的歌词 If you got nothing you got nothing to lose 就是如果你都一无所有 你也无所失去 然后他中间还有一个 我突然想到他跟Rose说 I see you 我突然看到 这阿凡达的这个经典台词 原来1997年拍电影的时候 他就用上了 但说回来 我想说Jack的这段话 他的这种生活观念 那时候他多大 如果我们按照 莱奥纳多迪卡布里奥的年纪 他1974年生人 Rose比他小一岁吧 75年的 Rose跟我姐一样的 那就说在荧幕上 这是23岁的Jack 和22岁的Rose的 在这次的相遇的一段爱情故事 但是23岁的Jack 他在故事里面 他的背景通过台词 我们了解到 他出生在美国 流浪在巴黎 是吧 给那些一条腿的鸡女绘画 还有很多路人 愿意为他脱衣解山的 这种女性去绘画 写真 去苏描 这是他在做他的创作和训练 然后他不但去过巴黎 他当然也去过英国 对吧 故事的一开始就南安普顿 注意这个船呢 是在利物浦打造的 但是启航是在南安普顿 那么Jack这样的身无分文的 清贫的艺术家的流浪生涯 至少活到了他23岁的时候 我们假设是跟演员的年龄相符 至少大家看到镜头上那么帅的小李 23岁的他 这是最黄金的那个状态 那么我其实经常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25年后再重看 其实我现在就会想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故事的 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这个应该绝大部分我的节目的听众 或者观众应该都很熟悉 这个电影和这个故事 我们没有必要去再展开聊 就是穷小子富家女 这样的一个爱情 放到一个大的时代悲剧当中 它的整个过程 那我就会这次我会假设 我们想一想 如果这个泰坦尼克号 他没沉 这个Jack和Rubes 他们到达纽约之后 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他们之后的生活会怎样 他们是否就会真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什么happy together ever 什么的就这种 还是说他们也会分手 他们就算结婚 可能也会离婚 也会受到各种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各种的压力 毕竟那是1912年 我们就按照 对吧 100多年前这样的当时的世道去推论 或者说Jack他虽然画的 所有人都说他画的很好 那么这种绘画艺术在当时是否他上岸之后 就在几年之内 还是一段时间内就会被人赏识 还是一直默默无闻呢 最终他会成为一个知名的艺术家 还是他最终还是被生活的现实磨平了愣角 然后磨平了他所有的才华 变成一个庸长的人 变成一个普通人呢 如果说再从Rose的角度 他是否能最终啊 他说他上了泰坦尼卡尔 就像上了一个运奴隶的船一样 那他是否最终会挣脱 他所提到的这些生活的枷锁 还是说他经过了各种努力和尝试 最终他还是被归训 成为有钱人的太太 就像他妈妈说 其实我们女人所能够做出的选择并不多 对吧 最终他还是变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 就是一个寻常的有钱人的太太 还是过那样的寻规蹈矩的Roting 就是固定的那些模板的生活 这个没有人能知道 也就是说他们真正上岸之后的可能性 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这只是让我思考 每个人都会活出自己的版本 前提是你要健康的活下去 或者某一天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 你的生命会戛然而止 对吧 那Jack的生命就停留在23岁 他最后跟他说的那些话 就在电影的结尾 跟Rose从此分别 而Rose就一直活到了 大概101岁 如果电影里面那样的一个叙事 他也活了很久 差别这么大 那我就从第一个感想 我想到了25年前 我第一次看到泰坦尼克号的那个场景 我是去看他首映室 那一天是1998年的4月3号 那一天 我对我而言印象之所以那么深刻 是因为这部电影 我是在北京看的 那我是青岛人 熟悉我的朋友 知道我在青岛长大 我怎么跑到北京来看 泰坦尼克的首映室了呢 我不是特意来的 我想跟他讲的就是 真是太巧了 就是那一年 就是我高考的年份 在高考当年还都是7月份 在3月下旬的时候 我来北京 参加北京电影学院 那一年的专业考试 当然这个 我就不想去再去重复 去说我参加专业考试的故事 我只说结果呢 我顺利的通过了专业考试 发榜 复试有我的名字 我都已经忘了 我当时高兴还是兴奋的那个场景 但是他让我出乎我的意料 让我非常意外 我原本是没想到我能考上 我本来以为我被刷下来 我就去考 我本来来北京 要考的北京师范大学的 一个叫艺术教育的一个专业 我本来只是以为 北京电影学院 就是拿来练练手 热身一下 结果没想到 觉得自己不可能考上的学校 考上了 而且后来才知道成绩非常非常好 班里面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 那我突然变得很自由 因为我跟家里面 当时跟我爸妈要了2000块钱 因为我第一次离开青岛 一个人坐火车来考试 要在北京大概算了一下 待20天 平均一天100块钱 我说我2000块钱总够了吧 我也住在我当时同学的亲戚的 办公室里面 亲戚的公司的办公室里面 所以当我完成了我的主要目标之后 我就不着急回青岛 当然我还错过了模拟考试 那个不重要 所以我突然看到 居然这个电影要首映了 所以我正好留在北京 买书逛书店 看电影 然后具体其他干什么 我脑子已经记不得了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参加了泰坦尼克号的首映室 在北京青年宫 票价50块 1998年的50块 这是作为一个三个多小时的电影 我知道它很长 但是这也是一笔巨资 但别忘了 我有2000块的预算 我手上还剩了几百块至少 或者剩了更多钱 反正我最后我回家 我是把这2000块都花光了 我才回家的 反正我就把钱花在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 我印象泰坦尼克号 我为什么会说 Jack在餐桌上这段话 对我很重要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当年我买票看了四遍 我忘了是在北京看了 应该在北京看了两遍 我在回青岛又看了两遍 所以很多台词都记在脑子里面 当然之后我就忘了 所以我很怀疑 我现在真的不敢笃定 Jack这段话 当时对我的那种 冲击力和影响有多大 但是他一定是 曾经深深的印在 我的脑子里面 他因为这个电影的内容 非常丰富 细节非常丰富 包括Jack的这种行为方式 这种语言表达 这种非常果敢 和充满勇气的行为 我都非常喜欢 所以他某种程度上 他势必一定是 或多或少的 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么我刚才提到 如果Jack不死呢 如果泰泰尼克号没有成 那么他跟Rose就能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过去25年的 人生历程 如果我是在Jack这样的 追求精神自由 真正的不循规蹈矩 真正的能够我说的随波逐流 去沉浮于生活 随着脑电波的指引 内心的指引 那能活成什么样呢 我回头只能跟大家分享 我的切身的 过去25年的生活 1998年后来 我顺利的考上了 北京电影学院 本科读管理系 研究生读文学系 一直到2013年 这整整15年 我其实过的 还是按部就班的生活 这个按部就班指的就是 我从一个电影学院的科班的学生 最终成为了 其实2010年才成为 第一次电影制片人 已经12年过去了 为什么说截止到2013年 因为2013年 我从小马奔腾辞职了 然后这15年 是按部就班的 那我从自己内心的愿望 我也达成了 你说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惊喜 但是它不是那种惊奇 就是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它最后实现了 其实就是你会很兴奋 但是做了几年之后 生活又会发生别的变化 把你引向别的方向去 所以就到了2013年 到此刻2023年 也就是过去10年 就跟前面说的 第一个15年 按部就班的时候 我就突然变得特别不一样 我过去10年辞职之后 我其实好像就现在回想 隐隐的跟Jack 他不管是在甲板上跟Rose的聊天 还是在餐桌上跟这些 所谓的有钱人的对话 好像我自己就是一个 23岁继续活下去的Jack 我2013年的时候 我已经33岁了 接近34岁了 然后我变得好像又要开始 展开新的人生的篇章 我开始更多的遵循内心 去对生活进行探索 去创业 去做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感情生活也经历了变化 也结婚又离婚 然后去全世界环球参加 去几十个国家参加 几十场的超马越跑比赛 我记得2015年 一年我2月份到10月份 几乎每个月一场 就是8场全世界去不同国家参加 最顶尖难度的超马越跑比赛 从100公里到330公里不等 我经常那个时候一觉醒来 我先想 我是在哪 在哪个国家 在哪个地方 要参加个什么比赛来着 就那个时候就是 真的是在奔波 不知道自己在哪 其实跟电影里面Jack 他说那个话 其实也有点像 那么直到2019年的5月份开始 我因为去训练 9月1号正式开赛 跟着船队青岛号参加克里波环球反船赛 这个环球航行 15场分段赛 中间因为疫情打断了两年 总之反正就是不停的航行 停靠 然后我们要停船 又再次到陆地 修船不及再出发 就这样 一直到了2022年的7月份 这个环球的翻船航行结束 其实也像Jack一样 他也去巴黎去英国 他出生在美国 那我也是 真的是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 不管陆地还是海洋 也一直在 一直在折腾 也可以说某种的精神流浪 再加上这几年 我又一直开始做 大家现在看到的视频播客 或者音频播客 我作为一个播客的主播 制作人 又开始做不断的自我 跟身边遇到各种各样 我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进行通过对话的方式 进行碰撞 或者我这样单口的方式 进行自我的思考的整理 对不对 那么到了2022年 当我比赛结束了之后 又阴差阳错的 又开始了 在从北京搬到上海 全日制的博士学习 如果顺利的话 要四年完成 不顺利的话 就不是到几年 甚至有可能完成不了 我可能毕不了业 我结业应该问题不大了 各位同学们 同志们 那么 所以你看 总之过去十年 就不停的在 转换角度的 去探索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的未来的方向 到底在哪里 其实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其实 没有那么的急迫去知道 我觉得可以 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放在去感受自己的生活 好像我其实是在用自己的 真实的 这个版本的人生 我也只有这一个版本 我没有假设 我无法活到我的人生版本的 假设那个时间线当中 我只能在一条时间线上 刚才给大家简单回溯了一下 我的过去25年 看完泰泰尼克号之后的25年 我至少有10年的时间 践行了Jack的一些生活态度 而哪怕是只是过去10年 但实际上是在更早之前的 第一个15年 也其实内心 我觉得是或多或少的被影响的 一直到现在 我活出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 生命的一个版本 然后活到现在43岁 其实我不知道 接下来 后面的5年10年 甚至又一个25年会怎样 我非常好奇 所以我第一个感想 说到这儿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来我也没想到 2012年这个电影重映过 在国内又供映了 我也应该至少买票看了两遍 也就是说我在大荧幕 如果没有记错 我可能还有一次电影节期间看过 应该是六七遍左右 今天我刚刚看的应该是 电影院的第七遍或者第八遍了 我依然会特别特别感动 感动的点 我一会在后面跟大家讲 所以没想到对我触动最深的 第一个感想 Jack在餐桌上的对那帮人的 那场对话 阐述他的价值观的 生活态度的那段对话 我希望大家 如果去影院又去看这部电影了 你到那场戏的时候 竖起耳朵听听 看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 每个人的表达 特别是Jack的表达 至少在我18岁的时候 那段话至少我认真地看过四遍 他对我后来的人生或多或少 我现在不笃定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有 很深远的影响 这是第一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件事 就是我这一次看这个25周年纪念版 我觉得可能是最近 这个女性议题 实在是过去几年 在网上被讨论的太多了 所以我情不自禁的 我就会发现 哇这荧幕上原来 Rose是如此充满勇气 活出生命意义的一位 荧幕女性形象 这也是詹姆斯卡梅隆的功劳 毫无疑问 所以因为有可能 不止一个朋友 就问我 因为我经常说 这是我特别期待的一部电影 我特别喜欢泰泰尼克号 我对他的喜欢远远超出亚凡达 我认为我也是超出于 《终结者2》 《疫情2》 就他其他的代表作 《真实的谎言》等等的 应该是泰泰尼克号 是我觉得詹姆斯卡梅隆导导演 可能是给我 也是我最爱 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那别人就会问 为什么这部电影 它到底区别于 其他爱情电影 它到底区别在哪 能让它成为了 经典当中的经典 我这边看 我此刻 如果回答这个问题 我会说 是因为詹姆斯卡梅隆导演 他塑造了 在荧幕上 塑造了一个影史上 含有的女性形象 当然这其实也是 他一直非常擅长的 创造方法 就是塑造一个 具有超强主动性 和自主意识的女主人公 不管是大家熟悉的 《疫情2》 《终结者2》 毫无疑 Sarah Connor 这次泰泰尼克号 Rose 这个超强主动性 我要补充一下背景 就是我们在学剧作的时候 电影剧作当中 我们要判断一个主人公 最重要的一个衡量 这个主人公 他的这个角色 在剧作当中 他是否起到了 真正的主角的作用 或者他是一个 有魅力的一个角色 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就是他的行为动机 或者他是否是 自己主动的在做出选择 剧情的推进 都是因为他的选择 而现在推进 而不是被动的选择 被动的选择的故事 经常不好看 有很多很多 烂片你找来 其实基本上 大部分一部分的原因 都会归因到这 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 你说这个Rose 他是有多么强的主动性 这是多么强的自主意识 我们随便就说一下 从我这次看 从头到尾发现 重要的情节点 除了Jack 他非常积极 他拥抱爱情 他相信爱情 他对Rose 他们俩之间的灵魂的 这种碰撞 他们之间的交流 也非常细腻 有大量的细节 建立他们的感情 要知道他们 他们接吻 他们做爱 他们就是感知到彼此相爱 我看了下手表 这个已经到将近100分钟 就说一个电影的长度了 来铺垫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所以说这个电影 他其实剧本 对于爱情的两人的 这个情感的升温 是非常细腻和有层次的 大家可以这次在大影幕上 认真的买张票去看一下 但是我们说这个角色的 塑造的主动性 我们想一想 这个Jack Rose 在片子里面见了几次 其实如果从整个故事来看 他可能也就见了五次面而已 可能两三天之内 或者几天之内 我具体几天我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事故灾难发生的那一天 是几月几号 那我往前倒 那么如果按照影片里面展现的 第三次见面 其实是Rose 她收到了那个纸条 她说这个时间不能浪费 生命不能浪费 我在那个主厅 那个钟表下面那等你 Rose她选择了 接受这个邀请 然后才有后面他们去 参加那个二兰音乐的 那个派对跳舞 这个剧情 才能继续往下走 所以说这是她第一次 你也不能说 这一次可能还不算 百分之百的主动 算半退半就 但是那也是她 没人拿枪顶着 她要去跟Jack见面 对吧 也是她看到这个纸条 她心动了 她主动接受了这个邀请 OK 这也是第一次 还不是那么百分之百主动的 那么后面 第四次见面 实际上是她在船船上 把她拉进来 Rose已经当面拒绝了Jack 说咱俩不可能 我已经要订婚了 我又未婚夫 这些 但是在接下来的晚上 当天晚上 第五次见面的时候 是她自己主动到甲板上 去找Jack 说我改主意了 可以更冒险一点 我希望跟你 有更多的互相了解的机会 注意紧接着 后面一系列的各种决定 都是Rose 自己非常主动的 包括她要画这个裸体的素描的写真 也是她提议的 对不对 这是她的Rose自己的决定 包括他们在货舱 在汽车里面的作爱 其实大家想一想 本来人家Jack是坐在前面驾驶的位置 他把那个玻璃一放下来 是Rose主动的把Jack 拉到后面的车座 两人这就开始了 主动发出了性同意的信号 这也是Rose主动的 包括Rose到船舱底下 她一定要去救Jack 是她自己 就是违抗了这些未婚夫的 对自己的束缚 她找到了Jack 而且她向各种人求助 找到了Jack之后 发现她救不了 还手铐靠在水管上 是她再出去找人求助 而且那个水是冰凉的 大家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 大西洋的那个纬度和那个季节 那里面是1912年的 是4月12号 我忘了 然后水温大概就10度以下 我不知道是5度还是几度 这是历史真实的 当时海域的水温 我们都能看到Rose跑来跑去 为了找那斧子 回来给她砍断了之后 那个嘴唇已经开始发紫了 这个电影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 那么这也是Rose主动 再到后来Rose主动从 本来她已经上了救生艇 这个未婚夫和Jack 两个人男性连孔带骗的 把她推上了这个救生艇 结果Rose 就是觉得哪不对 就是自己主动的从救生艇 就崩溃了泰坦尼克尔这个大船 然后最后最后 全篇唯一的一次主角之间说 I love you 是Rose 在最终的漂浮的那个门板上 跟她说了一句 I love you Jack Rose也是主动的跟Jack 全部电影里面就 我爱你 主人公之将 也就这一次 所以你看从头到尾 Rose 就是这样的一个积极 主动的一个女性形象 我觉得在荧幕上 电影史上 我看这么多电影 至少如果我们把它归为 什么爱情片 灾难片里面 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女主人公 当然是有魅力的 当然她成为了一个 不朽的荧幕形象 毫无疑问是 所以我想说 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感想 就是从这点来看 詹姆斯卡梅隆 毫无疑问 自始至终到现在 她也是一个 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我觉得她拍的这一部 带的一个号 应该用当下的标准 你也可以说 她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 我倒不是一定要 硬往女性主义上去贴 但是的的确确 在这点上 詹姆斯卡梅隆 她是一直领先于这个时代的 她其实一直是对男权的这种 在整个故事当中 她其实有自己的观点 和态度和表达 因为前面她也在 记得那场戏 我觉得她的视觉 她的妈妈给Rose 本来是用人在给她 系那个树胸的 后面那个背带 结果她妈妈来了 笨得还特别狠 用那种力度给她 记那个树胸 其实就代表 整个社会的礼教 宗教等等 各方面社会的阶级 对女性的压迫和禁锢 这个其实表达的也很充分 我觉得导演在这里面 是展现是 非常零零极致的 其实希望 让借用Rose这样的角色 向往人的自由 我觉得这部电影 它其实我这次看 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是特别鲜明 特别是故事背景 是当时的女性选择并不多的 1912年 那么导演 在Rose的身上 赋予了这么强大的主动性 勇气 还有个性魅力 所以如果大家去一幕 大一幕去再看 25年之后再看这部电影 可以从Rose这个角色的 塑造的角度 再去感受一下 是否认同我的想法 或者你还发现了什么 不一样的点 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互动 好吧 我们一起来交流 好 第三个感想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爱情观念 以及我对这个时代局限的 一点点感受和思考 这个时代局限 我其实想去说的挺具体的 我觉得好像也从来没有改变 不管是1912年 还是此刻的2023年 就是在爱情面前 我这个阶级问题 也从来都是爱情最大的敌人 而且好像这个障碍 或者这个敌人 他会一直存在下去 但是没有关系 导演在至少这一部 泰坦尼克号当中 他其实明确的关于爱情 他是给出了自己的爱情观 自己的价值观的 在他看来 爱情是可以改变人的 爱情可以让人去 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困境 同时在你面对困境的时候 爱情是可以让人做出 忠于内心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詹姆斯卡梅隆 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非常清晰的在表达 这是爱情的力量 希望就这种价值 我知道当下2023年 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其实不太相信爱情 我说的蛮残酷的 我自己不认为我是这样 我内心我依然觉得 对爱情是有信念感 也是向往的 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 所以我说借着这个电影 我其实我想说的是 导演的这种对爱情的价值 是人的改变和完整 其实是需要爱情的 我知道现在无所谓是 如果你站到纯婚姻的角度 那婚姻可以不一定跟爱情有关的 婚姻可以服务于阶层的 服务于阶层的 或者你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稳定 甚至能够婚姻可以帮你 提升你的社会地位 阶级阅升 这是一个词 当然如果你搞不好 你没准也掉下来 也不是不可以 他们有正向就有反向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聊的不是婚姻 我们这个地方聊的是爱情观念 那现在爱情观念和婚姻的关系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在这就不展开 我只是说导演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所表现的自己的爱情观念 是很明确的 那么我说到我自己的爱情观念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前面 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爱情观 他真实的想法肯定会更复杂 但是又不完全受他的影响 对我的爱情观 其实影响最大的 我觉得是在我青少年 青春期和青年的成长 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影响非常大 其实应该是三个人 一个是三毛 我那个年代真的是看三毛的 三毛跟何系的故事 我在自己的雅迪跑世界第二季的 纪录片节目当中 还有一集 就是我去拉帕尔玛岛 就西班牙的外岛 就是大家那里群岛 其中的一个岛 叫拉帕尔玛岛 我去那个地方去比赛 非常艰难的一场 Sky Running 天空跑的比赛 然后我在那还去 全程的记录了 我去寻找何希特和三毛的 墓地的故事 非常幸运还被我找到了 所以这个三毛对我的青春期的成长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我当时他的书几乎都看了 第二个人是金庸 武侠小说 我爱看闲书 金庸我当时没有全看 我把那最有名的长篇全看了 从《沙丁迅传》那三部曲 《小江湖》 《鹿顶记》等等 这些长篇我全看了 而且看了不止一两遍 所以那里面有大量的金庸的爱情观念 还是非常东方的 非常应该是中国式的传统观念 跟三毛它是一个呼应 然后第三个人 当然就是詹姆斯卡梅隆 就是泰特尼克号 我刚才说了 在我18岁的时候 这样的一部影史的爱情片的经典 也是三段片 我买票在影院看了四遍 天哪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不可能对我没有影响 所以我自己的个人的爱情观 其实来自于这三个人 三毛金庸和詹姆斯卡梅隆 都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基本上打下了一个基地 当然是相信爱情 同时我也相信爱情的力量 爱情可以对人有积极的改变的作用 所以我们真正的追求爱情 相信爱情并不是传统的 如果你没有一些全面的感受和体验 你的确容易只把爱情 会很平面化的去理解 就会现在有一个词 我也不喜欢 它叫恋爱脑 恋爱脑这个词就太武断了 但是它其实想说明的是 如果你只是沉溺于爱情的一个视角 你的视野变得狭窄 可能你的判断就会出问题 好吧 我其实希望自己的生活经验能让自己对爱情能够有更丰富的理解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爱情观念 OK 第四点 最后一点 就是想还是从个人角度 今天聊的全是主观 没有客观 我不想聊任何的 我觉得我对电影看完了 就我就想跟大家聊聊我主观的感受 没有什么客观在我这 就是25年之后重新看泰坦尼克 现在电影放完了也还没到两个小时之内 那么我依然被感动的一塌糊涂 你知道吗 我发现我想跟大家讲 这25年过去了 我想跟大家聊了哪些我发生了改变 哪些没有改变 其实通过这部电影 好像我得出了一点点小结论 我先跟大家讲这几个类点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因为我已经忘了当时看到哪哭了 我毫无疑问 我十年前一二年看到时候哪哭 我都不记得了 我这次我又回想起来 因为这次我不知道跟当年哭点不一样 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我不知道啊 但这次有四处我的泪点 第一处莫名其妙 片头字幕 泰坦尼克那个大英文字母 一打出来 那个深蓝色的海面在那涌动着 我突然一滴眼泪 哀叉就掉下来 我突然就是太多情感 就过去25年的很多很多事情 就叠加出来 然后但是我没有那么情绪激动 我只是哇就就落泪了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此后的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都没啥事 我都看得很开心 然后不停的就是我被 Jack的在范庄那段话所击中 对不对 我刚才分享了 那么我第二次这个泪点在哪呢 就是Rose 从那个救生艇上突然 帮的就跳回到泰坦尼克尔这个大船上 挂在船舷上 还被人拉下来 哇那一刻他一定要跟Jack 他生死不能分别 因为他说那句话 You jump I jump 对吧 你跳我也跳 这句话 当然这个很多几代年轻人 是吧都记在脑子里面 就那一刻 啊我又忍不住了 哇那段真的是超级感动 但是那一段 也是他的未婚夫妻 就开始拔枪来追杀他 马上进入到了动作戏 哎我的眼睛 眼泪唰就收住了 哎呦 我在这个地方怎么转的 我也能理解了 他必须那么转 但是这个稍微的让我这个眼泪 我还没流过瘾呢 怎么这就改动作戏了呢 好吧 然后第三处泪点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相信每一次看 都会在这落泪的 就是那四位乐手 本来大家都散摊了 对吧 各自珍重啊 结果小提心手 他应该是第一小提琴吧 然后继续拉一首 忧伤的告别的曲子 然后那三个老哥们又回来 接着拉 啥都不说 就那段音乐哀伤的 像晚歌一样 告别的旋律奏响的时候 配着那些画面 设计师也在告别 所以那些老头老太太抱在船上 让妈妈给孩子讲故事 那些画面一出来 哇那个地方 那个眼泪就要刷刷的流 你知道吗 真是感动的不行 然后最后一次泪点 这个应该 我觉得跟25年前看 可能当时看也落泪 或者10年 11年前 12年看的时候 也有落泪 但是这次我觉得情感特别不一样 就是老年的Rose 终于她讲述完她所有的故事 在睡梦当中 安然的离世镜头扫过去 她精心的带着她那么复杂的行李 其中一部分就是她的老照片 回顾她的一生 镜头扫过去 看到她遵循对Jack的当年的承诺 她应该是活出了精彩的一生 如果在故事里面 她22岁 她最后101岁去世 她活了将近精彩的80年 当然只是几个照片 我们也看不出什么 她学会了开飞机 骑马 要知道这些事情 作为她应该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一位 哪怕是大家闺秀 也是贵族 或者上层阶级 那这也是很有 怎么说呢 就突破当时固有认知 突破当时对女性的这种禁忌 是非常大胆 她应该活出她精彩的一生 她没有背离对Jack的诺言 一直好好的活下去 一直活到 她带着海洋之心 这个大的钻石项链 回到泰泰尼克 就是遗骸的地方 然后把她扔回去 她也算还愿了 然后她完成这个愿望之后 她才离开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满的一生 当然这是个虚构的人物 从这个人物的角度 她是完满的一生 好吧 这就是我的四个类点 所以我通过这个类点 我其实最后想跟大家讲 就是我想看 通过看这部电影 我想表达我自己的 某些变与不变 比如说我说 毫无疑问 25年过去了 我已经不是18岁了 我现在43岁 我就觉得人是可以变老 毫无疑问 但内心的生命力 是不是可以依然保持 像Jack 23岁那样 内心着 内心还充满那种 站在船上说 我是King of the world 我是世界之王 那般的生命力 依然高涨 这个跟我43岁 我觉得我可能10年后 我53岁是不是 也依然可以像Jack的 23岁那样去学习 去靠拢 就是人可以变老 但生命力 不能掉太多 第二个呢 人可以变得成熟 我也势必在变得 比25年前更成熟 但是可能并不必要 因此就变得过于的油滑 与事故 那就现在那个词 Man planning 对吧 你跌味失足 我自己也很烦 如果我什么时候跌了一下 我也会烦自己 所以这个事情 我没有说 我自始至终都已经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 你需要不断的自我提醒 或身边会有人提醒我的 没有关系 你会慢慢的通过自己的自觉意识会好一些 所以你要分得清什么是成熟 什么是不必要的油滑 和不必要的过于的事故 这个东西是要去思考去甄别的 但是这个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我只说我自己 今天是完全的主观个人分享 那么第三个角度就是 人可以像Jack说的 去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满足 但是我也同时却要觉得始终应该提醒自己 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 也就是经受考验的时候 能否遵循内心 勇敢的去做出选择 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件事情不应该被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满足所束缚 就是我们应该在物质追求之上 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这样我们在遇到真正的危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经得起真正的考验 做出真正遵循内心的选择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 当然这个就是跟大家关心的感情问题相关 就是人在感情这条道路上 可以反复经受挫折 没有问题 但是内心依然也值得去继续相信爱情 当然我前面也提到了 相信爱情并不等于成为恋爱闹 这个恋爱闹是打引号 因为这个词我其实很不喜欢 但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用 我只是说相信爱情 但不要把爱情理解的过于狭隘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很多为人处事上 个性成长方面产生的局限性 就凸显出来了 所以最近有个词叫恋爱闹 但是不要因为这些词 好像觉得爱情不值得相信了 或者爱情的力量被我们否认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非此即彼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还是积极的去 虽然在感情路上有挫折又怎样 因为我刚才说了 因为爱情 它的内在的力量 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始终充满着热情和勇气 能够敢于去面对生活与命运的不确定 这件事情 其实是love 是爱情所赋予我们的 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事 好吧 所以最后我就 说个尾就说吧 就是25年过去了 我变老 变成熟 变得好像现在我的物质生活可以自给自足 也仅仅如此 那么个人感情经历也在变得起起落落 但是从40岁开始 三年前吧 我有某种声音一直在提醒着我 我曾经写下来过 也在播客提到过 说40岁只不过是又一个20岁的开始 这句话我其实说过很多遍 这是一种内心的声音 在我咆哮的西风带 我的青岛号 就翻船航行 在从Keyptown前往澳大利亚的Fremantle 我们要经过South and Ocean南冰阳的时候 55节的风 我过了我40岁的生日 在南冰阳上 我当时跳出来这句话 就是40岁只不过是又一个20岁的开始 所以呢 当我再次看到泰坦尼克号 我现在意识到 25年过去了 可能提醒着我的那个声音 是来自于25年前的某种回忆 可能就是在我18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对未来生活 爱情 我的个人命运的一种最初想象 这种最初想象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而这种最初想象 一部分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 Jack那段话 来自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 泰坦尼克号 所以我呢 会继续期待我的下一个25年 我非常好奇 25年就68岁的时候 如果我再次重看泰坦尼克号 那个时候会是什么心情 我真的非常好奇 如果那个时候又有不同的感受 嗯 我不管到时候是还存在互联网 什么样的手段去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 如果我还一直在的话 我很愿意到时候跟大家 25年之后再分享 好吧 那最后呢 反正我是买了一张票 99块钱的午夜场 零点首映 我身边有一帮 我觉得都是这部电影的忠实粉丝 聚到一起 人不太多几十个人吧 IMAX 3D的一个厅 那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听我这一段 你有什么感触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这一轮可以买张电影票去影院 选离你最近的最大的那块荧幕 去重温一遍电影史上的这段传奇 无论你此刻你年纪有多大 我相信你会从中有所收获 好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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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